苏丹红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除了一开始的辣椒粉之外 到现在已经烧到了火锅料业者 以及酱料业者都纷纷中招了 因此食药署在周一下午 紧急邀请食品工协会代表 来到署内开会 希望能够请上游业者自主检验 天空飘着细雨 食药署气氛凝重如灵大敌 毕竟牵连的食品业者太多 人人自为 政院要求业者做到自主检验 并主动通报 国人爱吃辣椒粉 胡椒粉早就不是新闻 在桃园连国民美食鸡排榨粉 都被揪出有苏丹红 各地卫生局陆续回报 稽查成果 可是向北市卫生局 被通报辖内异常公司出包时 原料已经分装全部卖出 还是晚了一步 现阶段能做的就是主动出击 如果还有过去曾经有相关记录的一些厂商 那我们也是会派 稽查人员预先的去做清查 而不等待其他县市的通知 面对苏丹红年环报 各县市食安问题 像粽子般一连串接着来 政院掌握现在已经多食品 多品牌使用相关辣椒粉 要求最短时间追踪流向 法务部更允诺扩大侦办 就他们所侦办的要扩大来侦查 刑度或是他的处罚太轻了 我们会建议主管的机关要加重处罚 违反实案法第15条 第一项规定者处新台币 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 中央寄出业者自主检验 也喊出2亿元重罚 严重者停业歇业 要求业者切莫以身释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